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感谢绝书师恩带领 虽然在防疫期间 我们配合政府的政令 不能有实体的聚会 但是感谢主的 我们依然能透过线上直播 我们在同一个时间 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可以一起来聚会 敬拜神 小弟晚上靠着圣灵的带领 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探讨的题目是 你们要休息 请看诗篇六十四篇第十节 诗篇六十四 抱歉 四十六篇 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 纽约圣经六百九十一页 第十节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我必在外邦中被遵从 在遍地上也被遵从 这里圣经告诉我们 神要我们休息 那为什么神要我们休息呢 那为什么我们不愿意休息呢 休息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安静 就是停止下来 神要我们安静 神要我们停止 为什么我们不愿意休息 不愿意安静下来 停止下来 下面那句话就是原因 要知道我是神 神告诉我们 神告诉我们 要我们知道 他是神 知道的意思就是认识 承认 尊重的意思 原来我们 原来我们常常面对 去忙乱 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去埋怨 去批评 去恐惧 所以到最后 我们的身心 巨疲 非常的疲惫 所以我们常常说 我很累 身心都非常的疲惫 到最后 得不到安息 身心都没办法得到安息 所以神为什么要我们休息 其实神的目的 就是要让我们身心 得到安息 小弟就根据这个题目 按照我读经的心得 信仰的体会 分三点跟我们大家 一起来勉励学习 你们要休息 第一点 休息就是知道自己的有限 第二点 休息就是认识 承认神的全能 第三点 休息才能使我们得救得力 先来谈第一点 休息就是知道自己的有限 我们看传道书一章十五节 传道书一章十五节 就是圣经七百九十五月 一章十五节 弯曲的不能变质 缺少的不能足述 这是以色列伟大的王 所人王所说的一句话 他说弯曲的 他没办法把它变质 缺少的 他不能足述 他没有办法去满足他 缺少永远是缺少 弯曲的 他没办法把它变质 他没办法去把它改变 所人王他的智慧 他的地位 他的钱财 他的尊荣 就是空前绝后的 这样有地位 有权柄 有钱财 有智慧的一位王 他说 很多事情他也没办法 他也没办法去改变 他也没办法去满足 其实告诉我们 人是有限的 所以当我们知道人是有限的时候 我们才会安静下来 我们才会停止下来 不然我们觉得 人有无限的可能 我什么都做得到 没有什么困难可以拦倒我 我都可以面对 我都可以去处理 所以他就会 一直用自己的想法 一直用自己的办法 一直用自己的做法 他要靠自己 他没办法停下来 来靠天上的神 所以 所谓王这句话让我们知道 人是有限的 人 连这位王 这样有权势 有钱财 有智慧的人 很多事情他都做不到了 何况是我们 所以人是有限的 人 有一天总是会用尽 我们的智慧是有限的 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的生命也是有限的 人不管他有多少 他有多丰富 有一天都会用尽 他的智慧会用尽 他的能力会用尽 他的钱财也没办法来解决 他的困难 他的地位也没办法 来让他解除危机 人就是这样的有限 我们看创世纪 二十一章 创世纪二十一章十四节 创世纪二十一章十四节 也不然清早起来 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下夹 搭在他的肩上 又把孩子交给他 打发他走 下夹就走了 在别四巴的旷野走迷了路 十五节 皮带的水用尽了 下夹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 十六节 自己走开 约有一见之处 之缘 相对而坐 说我不能见孩子时 就相对而坐 放声大哭 这里说 皮带的水 用心了 这皮带的水是人准备的 人的作为 不管人再怎么准备 不管人再怎么计划 到最后都会用尽 所以我们是常说一句话 人的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人都有用尽的一天 当他的智慧都用尽了 当他的办法都用尽了 当他的钱财都用尽了 该找的人都找了 该想的方法都想了 用尽了 都没办法了 怎么办 就像这边所说的 放声大哭而已 只能哭啊 所以人是有限的 人有一天一定会用尽 用尽他的办法 用尽他的智慧 眼前的困难 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怎么办 只有哭而已 但是我们的神是用不尽的 我们继续看17节 十七节 神听见童子的声音 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 夏甲你为何这样呢 不要害怕 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 十八节 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 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 十九节 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 他就看见一口水井 便去将皮带胜满的水 给童子喝 二十节 神保佑童子 他就见长住在旷野 成了弓箭手 这里说 神为我们预备的 就是一口水井 水井让我们知道 它是从地理下涌出的泉水 所以代表说 神是让我们取之不尽 用之不尽的神 神是让我们用不尽的 但是人的准备 有一天一定会用尽 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 一皮带水跟一口水井 一皮带水就是人的作为 一皮带水就是人的准备 一口水井就是神的作为 就是神的准备 所以这样的对比出来 让我们看到 人真的是非常有限 但是神给人预备的是无限的 只要我们愿意到神这边 神是让我们取之不尽 用之不绝的神 因为神是用不尽的 这里神让夏甲的眼睛明亮 他才看到一口水井 就在他的旁边 原本他跟他的孩子相对而坐 在那边放声大哭 在那边等死了 但是神使他的眼睛明亮 让他看到那一口水井 他就把他已经用尽水的皮带 去水井装满的水 给他的孩子喝 当皮带没有水了 他又去水井装满皮带的水 皮带的水会用尽 但是水井的水用不尽 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事情也是这样 哇 怎么办 没办法了 办法都用尽了 哇 就在那边放声大哭 怎么办 但是我们都忘了 我们旁边有一口水井 就是我们的神可以依靠 如果神没有开夏甲的眼睛 让他看到那一口水井 最后夏甲的孩子就是渴死在井边 有没有讽刺 非常的讽刺 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徒也是这样 遇到困难 遇到危险 遇到困境 没办法解决 办法用尽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放声大哭 在那边等死 结果都忘了 我们有神可以依靠 忘了有一口活水井在我们身边 结果到最后渴死在水井旁 这是一件非常讽刺 这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休息 愿意休息 停止下来 安静下来 知道说人是有限的 神是无限的 所以我就会停下来 所以我就会停下来 我就安静下来 依靠神 我们继续看以赛尔书40章28节 以赛尔书40章28节 你岂不曾知道吗 你岂不曾听见吗 永生的神幽华 创造地己的族 并不疲乏 也不困倦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29节 疲乏的他是能力 软弱的他家力量 30节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31节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力 他们必如鹰斩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这里告诉我们 不管什么样的人 不管他再强壮 不管他再有能力 人到最后一定会疲乏 人一定会软弱 人一定会跌倒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的神是不疲乏的 我们的神是不会困倦的 因为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 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所以神不会用尽 神不会疲乏 所以这边说 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强壮的也会全然跌倒 那怎么办呢 人这么有限怎么办呢 31节说 但那等候耶和华神的 为什么 愿意等候 就是停下来 就是安静下来 没有停下来 没有安静下来 怎么等候神呢 等候 就是仰望神 向神祈求 这里说等候神的 就重新得力 不然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身心忌疲的时候 但是仰望神 等候神 我们就必重新得力 就好像鹰展翅上腾一样 行走 不会疲乏 奔跑 不会困倦 所以当人知道 人的有限 承认人的软弱的时候 他一定会停下来 安静下来 专心地靠神 这样我们就会得力 我们就会刚强 我们看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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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圣经258节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加喜欢 夸耀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 护辟我 第十节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 凌弱极难 逼迫困苦 为可喜乐的 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这里是保罗他信仰的体会 他说他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软弱就是谦卑 为什么会谦卑 知道自己的有限 不会骄傲 不敢靠自己 也没办法靠自己 因为人是有限的 人会用尽 所以他说他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所以第九节 这里主耶稣告诉他 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像我们刚刚所说的 取之不尽用之不接 但是人的恩典 人的帮助 是有限的 是不够我们用的 为什么 因为会用尽 我们自己会用尽 别人也会用尽 当用尽的时候 就不够我们用 不够用尽了怎么办 就是刚刚夏甲 跟那孩子一样 只能哭 坐在那边等死 但是神的恩典 是够我们用的 主耶稣说 他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 神的能力 在人的软弱显得完全 就是在人的谦卑 安静下来 信靠神的时候 神的能力 就会忽必人 所以难怪保罗说 我就因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凌露 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 为什么 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 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愿意休息 我们愿意停下来 就是知道 人的有限 知道神的无限 所以我们就会休息 当我们休息下来 停止下来 心靠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息 好 第二点 你们要休息 休息就是认识 承认 神的全能 我们看传道书七章十三节 传道书 七章 七章十三节 十三节 你要查看神的作为 因为神使为趋的 谁能变为子的呢 这里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去查看神的作为 就是说 要我们去知道 承认神的主权 神的权能 神使他变为趋的 神使他为趋的 谁能给他变子呢 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神的主权 神这样安排 没有人可以改变 那神为什么可以这样安排呢 那个就是神的权能 所以当我们 知道 认识 神的权能 我们就会来承认 神的主权 因为神就是这样安排的 所以我没办法去改变 因为那是神的权柄 神的能力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人刚好相反 我们都要去改变 那不能改变的 没办法改变的 我们都不要去改变 主耶稣要让我们改变的 有些时候神安排这件事情 让我们遇到这些环境 在属灵里面 就是要让我们去调整改变 改变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的生活 但是我们就是不改变 我们就是要去改变神 改变神的安排 改变神的主权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应当接受不能改变的 就是神的主权 要改变神 要我们改变的 尤其现在面对这个疫情的环境 到底神为什么这样安排 神啊 你要我做什么 在这个环境当中 你要我改变什么 调整什么 所以当我们知道 认识神的权能 神的主权的时候 我们就会停下来 安静下来 停止自己的想法 停止自己的做法 来靠神遵行神的旨意 不会再行自己的旨意 因为我已经停下来了 停止我的想法 停止我的做法 所以我现在依靠神 信靠神 我现在就来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当我们休息下来 安静下来 我们才会得到安心 因为我现在在遵行神的旨意 我已经停止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做法 好 我们看诗篇46篇 诗篇46篇第七节 诗篇46篇第七节 万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第八节 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 看他死地怎样荒凉 第九节 他只洗刀兵直到地级 他择弓断枪 把战车焚烧在火中 诗篇46篇 他的背景 是列王记下十八章的十三节 一直到十九节 的一个背景 当时是西西迦王坐王的时候 亚述王派大军 来攻击围困耶路撒冷 那一开始 西西迦王非常的害怕 他赶紧派狮子去求和 跟亚述王说 仆人有罪了 你惩罚仆人 仆人都接受了 所以他就把王宫里面的银子 圣殿里面的银子 金子都拿出来 刮下来 去跟亚述王赔罪 结果亚述王也没有撤离大军 还派死者来恐吓 西西迦王 甚至写信 来恐吓他 威吓他 戒赌天上的神 西西迦王说 很忧虑很害怕 怎么办 结果透过先知以赛亚 来勉励他 不用怕 不用怕 要安静下来 要看神的作为 后来西西迦王 真的听了 先知以赛亚的劝勉 带领百姓信靠神 结果神在一夕时间 派死者 击杀了 亚述大军 十八万五千人 一大早起来 亚述王看到这个情况 落荒而逃就逃回 他的国家去了 到最后被他的儿子杀死 危机就解除了 这是 十篇 四十六篇的 写示的一个背景 所以 第十节才说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 我是神 为什么可以休息下来 安静下来 要知道 我是神 我是神 第七节就描述 我们所倚靠 敬拜的神 是万君之优法 我们的神 是万君的元帅 他是 耶和华 耶和华的元帅是 自由拥有 意思就是说 万君之耶和华神 他是全能的神 他是 自由拥有的神 所以我们可以 停止下来 安静下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神 与我们同在 我们要怕的是 神没有与我们通在 神与我们通在 我们就不用怕了 所以这边说 我们的神 就是我们的避难所 当时的西西教 被亚述大军围困 怎么办 怎么办 那亚述大军 一定会把耶路撒冷攻破 我们现在感觉上 好像全世界也被 那个瘟疫的病毒围困 怎么办 所以第八节 先知告诉他们 你们来看 耶和华神的作为 不要一直在看环境 不要一直在看困难 越看越害怕 越看越没办法停止下来 一直在那边担忧 一直在那边恐惧 所以 先知告诉我们 你们来看神的作为 看神的作为 就会停止人的作为 如果我们没有停止人的作为 我们就看不到神的作为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 要看神的作为 他怎样使地方凉 他怎样止息刀兵 他怎样把战车焚烧在火中 所以一夕之间 危机就解除了 神就派使者到亚述大军 击杀他们 这个十八万五千的军兵 所以历史解说 神说 我必在外邦中被遵从 在遍地上也被遵从 原来你们所敬拜的神 是这么伟大 原来你们所敬拜的神 是这么的有权能 神要让外邦全地都认识神 来遵从神 那何况神的选民呢 所以我们要知道神 认识神的主权 承认神的权柄 我们就可以停止下来 我们就可以来依靠神 所以我们就不会怕 好 我们继续看 46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 第一节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第二节 所以地虽然改变 山虽然摇动到海心 第三节 其中的水虽然喷轰喷腾 山虽因海藏而战斗 我们也不害怕 这里说我们不害怕 为什么 因为万君之余法 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神 就是我们的避难所 我们的神 就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神 就是我们在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所以第二节 第三节说什么呢 就说所以啦 因为神是 神是怎么样 神是我的神 神是我的力量 神是我的避难所 神是怎么样 所以 怎样的改变 怎样的困难 我都不害怕 第二节 第三节描述那种改变 是非常巨大的 地虽然改变 山虽然摇动到海心 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面 哇 这个地会摇动 摇动到海心 大概九二一大地震 真的地改变 这座山飞到那座山 哇 那是非常巨大的改变 那我们现在所面对 这个全世界的 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 这对我们来讲 也是环境巨大的改变 第三节说 其中的水 虽然喷风翻腾 哇 好像那个风狗浪一样 海浪非常大 很大声 好像会淹死人 吞吃人 山虽因海藏而战斗 我们也不害怕 山都战斗了 但是我们也不害怕 为什么 因为万君之夜法 与我们同在 因为我们休息 我们停止下来 我们看神的作为 我不再看环境了 我不再看自己的苦情了 如果一直在看环境 看困难 真的越看 越害怕 如果看神 定睛看神 就不害怕了 因为很清楚 我的神 是我的避难所 我的神 是我的力量 我的神 是我在欢难中 随时的帮助 我的神 是万君之夜和华 我们继续看 出埃及记十四章 出埃及记十四章 第十节 出埃及记十四章 第十节 法老临近的时候 以色列人举目 看见埃及人赶来 就甚惧怕 向幽华哀求 十一节 他们对摩西说 难道在埃及没有 坤地 你把我们带来 死在旷野吗 你为什么这样 对待我们 将我们从埃及 领出来呢 十二节 我们在埃及 岂没有对你说过 不要教了我们 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 因为服侍埃及人 彼此在旷野还好 十三节 摩西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 只管站住 看耶和华神 今天向你们 所行的救恩 因为你们今天 所看见的埃及人 必永远不再看见了 十四节 耶和华神 必为你们征战 你们只管静默 不要做生 这里是记载 当时的以色列百姓 他们出埃及之后 埃及的法拉王后悔 派军兵来追赶 结果在红海边 追上了 以色列百姓 一看到这种情形 后面有追兵 前面有红海 完蛋了 插刺南非 进无路 退无步 往后面跑 被军兵杀死 往前面逃 淹死在红海 所以看到这种环境 就开始在那埋怨批评 为什么把我们带出埃及呢 为什么把我们带来死在这边呢 埃及没有目的吗 我们不是告诉你吗 不要教练我们 我们这个服侍埃及人比死在矿也好 人遇到不顺利的环境 就会怨天尤人 有吗 以前有很好吗 以前是在埃及 受法拉王的挟制做苦工 觉得命很不好 所以呼求天上的神 天上神看见听见 他们的苦情 听见了他们的哀求 所以就拆遣摩西 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但是结果现在以色列百姓 遇到困难了 竟然说这种话 为什么 因为看环境 看环境不如意 不顺遂 就开始发怨言 怨天尤人 同样的场景 同样的环境 摩西看的 跟以色列百姓 看的就不一样 所以摩西就安慰 鼓励百姓 说什么呢 十三节 摩西对百姓说 不要怕 怎么不会怕 谁在这种环境里面都会怕 因为无路可逃 擦翅燃灰 怎么不会怕 不会怕是骗人的 但是摩西说 为什么不用怕 他说不要怕 只管站住 站住就是停止 就是休息 就是安静 没有停下来 怎么站住呢 站住做什么 看神 看余瓦神 跟刚刚诗篇四十六篇一样 看神的作为 所以这边摩西告诉百姓 也是说 看神 停止下来 安静下来 看神 依靠神 就不用怕了 你一直看环境 一直看追兵 一直看前面的红海 当然越看越怕 谁不会怕 看神 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 看神就看到救恩了 就看到出路了 如果没有看神 一直看环境 没有出路 哪有出路 后面有追兵 前面有红海 路在哪里 看不到路 但是 摩西看到路 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神 所以他说神 要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 有路 不是没有路 但是要看神 要看神 就是要安静 要站住 所以摩西说 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 必永远不再看见了 讲得非常肯定 必永远不再看见 看十四节 耶和华神 必为你们征战 你们只管静默 不要作声 安静 安静就不会再作声了 看神就对了 所以休息 就是认识 承认神的全能 第三点 休息才能使我们得救 得力 看以撒尔书30章15节 以撒尔书30章15节 15节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 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文 你们静置不肯 这里先知告诉我们 要休息 要安静下来 这样才能使我们得救 得力 这段话 这一节的经文 我们都很熟 也都会背 甚至都会写卡片 来勉励人 但是大概我们都是背到 前面这一段 后面最后一句话 都没有读进去 后面那一句话说 你们静置不肯 对 经文我们都会背 我们也都会勉励人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也没有这样做 我们没有这样做 道理我们都知道 我们有神可以依靠 不要怕 我们都知道 但是到时候 遇到困难的时候 真的我们很害怕 我们没有依靠神 但是道理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们都没有做到 你们静置不肯 这里说 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归回安息 平静安稳 其实他的原文都是一样的 就是安静下来 停止下来 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得救 没有在困难当中 困境当中得救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归回安息 我们没有停止下来 我们没有安静下来 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没有力量 我们现在被环境打倒 躺在地上爬不起来 因为生命没有力量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平静安稳 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安息在哪里 安息在主耶稣那里 所以我们要休息 才能得到安息 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安静下来 我们才会信靠 信靠 我们就会得到力量 所以安静 信靠 就是我们的力量 那如果我们没有安静下来 没有停止下来 我们就不会信靠神 为什么 我们还一直用自己的方法 怎么办呢 一下子跑这边 一下子跑那边 要用这种方法 要用那种方法 搞到最后 问题没有解决 又知道很多的问题 弄得身心非常疲惫 难怪得不到安息 所以我们要得救 就要归回安息 我们要得力 就要平静安稳 但是当时的 以色列百姓不要 所以先知说 你们静置不肯 为什么他不肯呢 等神要等到哪时候呢 用最快速的方法嘛 所以十六节 他们说 你们却说 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 所以你们必然奔走 又说 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 所以追赶你们的 也必飞快 十七节 一人赐贺 必令千人逃跑 五人赐贺 你们都要逃跑 以至剩下的 好像三顶的旗杆 刚上的大旗 他们说我们不要 我们要用最快速的方法 来解除当前的危机 最快速的方法是什么 去找埃及 埃及人 埃及王 所以 三十章的第一节就开始了 就开始说了 哇 你们竟然 派死者 骑马 赶快骑 这个快马 去埃及求援助 想要解除 这个危机 结果呢 埃及 埃及人没有帮助你们 反正他们就是你们的网罗 反正被他欺负 问题没有解决 所以神说 神说好 你们要快吗 对 你们以后逃命就好像骑马一样 很快 最后生活非常不平静 任何的风吹 人的生活 那种心境就是这样 一人吃货 令千人逃跑 五人吃货 你们都要逃跑 都要 依靠自己 用人的方法 没有依靠神 任何风吹草动 稍微的改变 就很害怕 完蛋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变成这样 怎么办 很害怕 心里没办法得到平静 很恐慌 而且有些时候 莫名的恐慌 最后好像 打败仗的军队一样 所以这边说 已至剩下是什么 结果是什么 好像山上的旗杆 刚上的大旗 打败仗的军队就是这样 逃的塔 死的死 东西乱丢 逃命要紧 狼狈不堪 意思说 到最后 问题没有解决 把自己搞得 狼狈不堪 好像那个 打败仗的军队一样 而且 非常的恐慌恐惧 任何的 这个风吹草动 就害怕了要死 那前面不是说吗 你们得救 是在乎 贵乎安息 你们得利 是在乎平静安稳 是你们不要啊 你们知道 但是你们不要啊 不要停止下来啊 要骑灰块的马 要用人的方法 最快速的方法来解决啊 要依靠神 等候神 要等到哪时候 好 我们看18节 18节 耶和华神必然等候 要施恩给你们 必然兴起 好灵敏你们 因为耶和华神 是公平的神 凡等候祂的 都是有福的 好 18节 两个等候 第一个等候 是神的等候 第二个等候 是人的等候 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向神 说神啊 我要等到哪时候 神啊 我都没有看到 你的作为了 神啊 你哪时候 要解除我的危机 如果神要说话 不是你在等我 是我在等你 我老早就在等你了 神在等我们什么 神在等我们停下来 但是我们都不停下来 神在等我们什么 这边说神等候我们 要施恩给我们 神等候我们 等候要施恩给我们 但是 我们都没有停下来 所以我们都看不到 神的作为 因为我们都充满 自己的作为 所以 其实是谁在等谁 是神在等我们 而且 神老早就在等我们 等我们休息 等我们停止下来 要施恩给我们 所以后面才说 凡等候神的 都是有福的 所以看起来 我们的神 非常的慈爱 祂老早就在等候我们 不是我们在等候祂 如果我们的神 没有等候我们 我们等候祂 有什么用 没有用吧 我们的神在等候我们 所以凡等候神的 必然得福 因为神等候要施恩 给我们 好 最后 我做个结论 看马太福音 十一章 二十八节 马太福音 十一章 二十八节 马太福音 十一章 二十八节 凡劳苦 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 得安息 这里是主耶稣 对所有人的应许 凡劳苦 担重担的人 世上哪一个人 没有劳苦 没有担重担 世上哪一个人 没有劳心 劳力 世上哪一个人 没有用金的时候 那主耶稣说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 得到安息 为什么可以到 主耶稣那里来 就是停止下来 安静下来 安静信靠 在主耶稣的面前 来依靠 来仰望 主耶稣说 我就使你们 得到安息 所以天上的神 为什么告诉我们 我们要休息 你们要休息 为什么 因为神要使我们 得到安息 到我这里来 就是休息 到我这里来 你们就可以 得到安息 所以但愿我们 都可以休息 从神那里 得到安息 休息就是 知道自己的有限 休息就是认识 承认神的全能 休息才能使我们 我去摆顶 帮你 都可以摆顶